第16題 關於圓周運動下列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選項它可能是等速率圓周運動 這個敘述是對的 我們像我們的時鐘 秒針分針走的就是等速率圓周運動 他們呢 一秒一分鐘秒針走一圈 那30秒就會走半圈 所以它是一個等速率圓周運動 它一定是一個不可能是等速度運動 一定是一個變速度運動 這也是對的 因為它在做圓周運動 所以它的速度方向一直都在改變 因為方向有改變 所以就不可能是等速度運動 因為方向有改變 速度有改變 所以就一定所謂的變速度運動 而所謂的B選項說 它可能是等加速度運動 這個是錯的 因為呢 我們的圓周運動 一定要受到所謂的向心力 向心力呢 永遠都指向圓心 而我們知道 加速度的方向是跟受力的方向相同 所以也就是它一直有一個 所謂的向心 加速度 加速度永遠都指向圓心 隨時隨地的方向都不一樣 而加速度是向量 加速度要相同 必須要大小相同 方向也相同 所以既然加速度的方向會不一樣 它就不會是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呢 選項B說 它可能是等加速度運動是錯的 所以第16題答案呢 問我們何者錯誤 B 可能是等加速度運動是錯的 它一定不會是等加速度運動 好